后门经济已经生涛到每一个角落 豆瓣上的双心病狂赚钱小组成员 暴震到62万 高端商场的年轻也不是买包包 而是试吃面包 30块的生巴克也平替成了三斤的排骨 但是生巴能吃两顿 大牌化妆品也是不存在的 直接在商场收集粉底液少样就可以了 更夸张的是中产白领据连入手皮带 取代了行李商 奥迪变成奥拓 武林变成压力打的就是一个消费价值智商升级 年轻人彻底抛弃消费主义的腐宝 自卖刚需 硬是把扣门变成了一门经济学归根结底 这一届的年轻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关 全面放开之后 我们的经济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快速的复苏 三辆马车的出口方面 前三个季度仅增长了0.6% 导致少游的工厂乐景 不要带拼命裁员 账本增少 消费方面 年轻人用存钱取代了消费 只买钢需 反映在数据上 就是失费爱一直在1%以上徘徊 资产皇在这个时代 大横其道 大家都不敢买大千的商品 防止车子是割不了年轻人了 扩联网巨头们 看到年轻人疯狂的反向消费 赶紧推出稍高新价比的商品 或者是服务银河年轻人 生怕晚一波都怕被同行淘汰了 你看到阿里脚在半年就掉转船头 把转的重心从高端的天马转向平民的淘宝 担任在深圳的骄傲小公主内选 也把价格从30元降到了20元以上 各大平台还使出捆身技术 把二手电商推上了神摊 不但连续4年交易额逐年上涨 今年还将预期增长14.25% 这一切都小不了 年轻人疯狂寻找二手平替的推动 根据社会学家山谷景的理论 我们正处在第四社会时代 关键实施共产经济断舍离二手交易 取悦自己 也就是说科门经济的当上各大传商平台 都只能占价不占置 买二手就买 官方念货 矛准因此早在618就突破了 营收增长了71.9% 以前是资本位的使前 寄出了消费主义陶龙刀 在今天的年轻人反客为主 肢体的反商消费 当比资本不断改变出了 不断贫气浮夸的功能和包装 直之刚需要害 主打的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 唯有抓住科门经济中国商业风口 取代当上风港反商消费的年轻人 才能甩出各位来关注 这样有用的